这波美雨滞流封面来势汹汹 高雄多处侧站的雨量都达到了大雨的等级 由于雨势要到周五才会趋缓 市长韩国瑜表示 为了预防水患 目前市府各单位都已经上井发条随时待命 也呼吁住在低洼及山区的民众多加留意 晚上开始往南边移动 然后在明天后天大后天 都会在台湾的上空南北移动 我们称之为滞流封面 气象局预测果然省准 受到美雨滞流封面的影响 周一下午开始高雄市就下起了滂沱大雨 直到周二上午市区多处雨量测站 也达到大雨等级 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市政会议后 特别提出呼吁 要民众别钓以轻心 积水档我们现在请水利局长去了 大概有几个淹水点 我们希望尽快尽速把这些积水能够排除 尤其这个周末可能会非常多的豪大雨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水利系统 还有各相关单位都进入待命状态 我们怕去年六到八月那样的一个大雨再来 在市政府这边已经做好了 这个尽可能做好各种准备 由于这道美雨封面结构完整 周五之前都会在全台来回移动 对流旺盛地区就会出现强降雨 局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豪雨以上降水的发生 所谓的豪雨是24小时会累积200毫米以上的降水 或者是在三小时之内会有100毫米以上的降水 但是以这种目前全球暖化的一个现象来讲 通常都会是短时强降雨的豪雨型会比较先发生 气象局根据预报系统未来24小时的雨量预估 高平山区累积降雨量将会达到300公里 达到气象局的豪雨标准 市长韩国瑜希望市民切记过去淹水的教训 及早做好防范准备 港独新闻综合报道